大家好, 我是五穎美 你現在看不是Tiger's Talk 我已經飛了Bob 現在我主持一個新節目 換個新伴侶 有什麼要求? 最重要是有頭髮 還有身形要瘦一點 最重要是溫文耳啞 最好就是博士來 他是誰? 誰說?他就是聖聖 想不到你獨具胃眼 形容我的品味和五官 形容得這麼好 好, 做你的拍檔 真是太開心了 我形容師傅五官端正 我也沒有形容你的器官 有緣就是了 對了, 我們的新節目名叫什麼名字? 有緣就有記 師傅, 跟我進房間 來吧 師傅, 究竟命運會否扭轉? 我知道你笑我, 我認識 做了你的飯, 是不是? 你說話 我看你的手做什麼 我只是看指甲 真的有否扭轉? 其實命運扭轉是可以說有的 帶有十個大元素 命就是你出生的條件 天地人配合得好嗎? 是 第二樣就是運, 就是時空配合 即使你是一個將軍 但是太平盛勢 沒有仗打的 其實也發揮不了 民傷很好, 但亂世的時間 也未必能夠完全被你發揮到 所以運, 除了本身運之外 就是大形勢的運 三就是風水 即是怎樣借助大自然的力量 怎樣去培養自己的特質 提升 四就是積陰德 積陰德就是內收 亦都可以說做善事 亦都可以說自己的品行的改變 五就是說知識修為 讀書 讀自己的天份 能夠發揮到的更加順利 六就是說名字 包括自形自意報仇 包括名氣等等 即是聖明學 七就是說上面上、掌上的問題 八就是宗教信仰、敬神問題 說信念、信仰 九就是交貴人 跟哪些人合作 借助保自己不足 十就是養生 就說健康問題 很重要, 一手數十樣東西 謝謝… 厲害… 師傅, 經常聽人說 什麼落地哭三聲 好醜命生成 其實命格這些東西 是不是一出生已經整定了? 因為我很相信是整定的 其實很多因素 是可以證明到命理的 不過簡單來說 外國人也會說清楚 其實中國人傳統是說年月日時 最簡單當然是用出生的日期 出生的月份來看 是 我在網上也看過 有些人在夏天出生 性格比較樂觀、開朗一點 冬天出生比較冷靜一點 那關不關這些事? 其實有沒有根據? 有的 但是如果你科學一點說 其實命運是三個條件 天、地、人 人是什麼? 最簡單 遺傳因素 遺傳因子 不過現在醫學 就只是用在疾病那裡 但是原來祖先的性格、性情 天父潛失 甚至乎長相面相 功德、業障 都有機會引申於後人 舉個例子 你童年的時候 原來像阿公的 是 額頭很一樣 耳朵很一樣 因為額頭和耳朵是關於童年運 那阿公小時候就… 額頭和耳朵是童年運 對 那小時候阿公是享福的 很多人愛戴 那你就像他 那也無死吧 不肥了 但是如果你像另一個祖先 他小時候很按摩的 是 阿爺 那可能已經在面相上 可以找到一些元素 所以其實以前的人 除了說效益、尋元之外 是找一個大數據 那就可以找回祖先和自己的問題 前居可鑑去無存清自己和兒孫 這是人的部分 那我們第二個元素 就是講地域環境 水土災灰 其實有一點是一個 平衡空間 因為以前的人說 未出生叫做先天 出生叫做後天 那如果我真的先天有不足 那我後天是否不能補救 這個是很爭議的 因為命生成了 有得補救嗎 你現在看TVB 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subscribe啦